音樂 關於小牙籤的這個說法 其實高清他其實每天都要用這一招 那他的做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每天都在那邊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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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那下面的信眾天就很開心了 這是兩個好樣的功能 一個是穩定信眾 然後讓信眾一起有動作替開的感覺 第二個就是說 那這樣你要 對於那個當事人其實是 要會有壓力的啦 那再被點評到的人喔 大家心裡都有輸 那其實這些也是被點照給到 那心理也是應該很不舒服 保麗哥應該不用講了 他那個律師又不要這樣講 其實心裡更不舒服 孫章也是啊 我孫章非常假習慣了 政治人物 發生一個十年的政治人物 他是還好 但是啊 他這樣弄這樣弄喔 就是剛剛那個講的嘛對不對 那其實會讓他產生激烈影響 所以我那時候 保麗哥好像有問過我 要不要回應我說要 你立刻開馬上開馬上鬧 立刻講啊 對就是要講 那也不講喔 就是慢慢慢慢被人家激烈影響 就我之前有講啊 到現在還有人說 什麼那個律師是來騙那個 我就覺得看了就不可思議 現在已經十月了 還有人這樣想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啊 要立刻回應 立刻講 既然已經有平台就要講了 然後你講了之後 人家搶上句話的人就 不小心看到了 發生啊我被騙了 這真的是律師耶 因為他們都是聽到他們那些 小壓線的那種片面之詞啊 所以這會產生這麼多的問題啊 大概就是這樣子 另外啊 關於映射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喔 高警察每次在映射的時候 他最厲害的最可怕的地方 並不是映射本身 而是他在映射這些人的時候啊 他會夾雜的一些錯誤的訊息啊 那今天喔 我每次都要拿韓國瑜出來講 因為他們喔 對我也越來越覺得他們以前是王軍 因為以前王軍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我把一些真的假的全都混在一起啊 那以前我韓國瑜是被這些被點名到指名道姓的去誤蔑 那那又更可憐了 那他們現在這些都不敢講法律個怕被告 所以他會用一些什麼專業人士啊 什麼理髮師啊 什麼的 然後我不點名道姓 然後再把一些真的假的 然後我 然後到最後就說我沒有說是你 我是聽說的啊 專業人士對不對 說錢不辦事 我沒有說你說錢不辦事 我承認你說錢不辦事 就去誤賴 欸像剛剛說什麼 放傳什麼什麼什麼 要職業道德啊 專業就要職業道德什麼的 欸他們就是用這一招啊 那影射本身喔 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於說 他把真的跟假的都混在一起啊 你聽的可能壓力會很大 欸我記得忘記是誰講啊 對陳輝文 陳輝文哥我喜歡談判 因為我聽他的聽過很多年 如果啊你在他節目上面講到一個東西 是他沒有講過的 他保證會在那邊節目上練你10分鐘以上 因為他最討厭人家 他說 他說一句話說 我沒有說過你不要把它塞到我嘴裡 欸那我 那我的壓力是很大 所以 其實 搞定現在就是單純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每天在聽啊 我每天都很火 我相信啊當事人聽都會更火 所以我都很鼓勵 就是法律歌都差不多開 可是回應他 法律歌的聽人越來越多 這邊很多人都因為法律歌在那邊講 我還有一句話 我跟啦 我叫你去看 你邀你們快點 我叫你去看 你明天都會不會 我們要來講 你去看 你去看 你看 我看 我們要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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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一個這樣的